機車殼裂開露出零件支架 撞得支離破碎拖到路邊 另外兩輛也很嚴重 車頭被削掉一大半明顯遭到強力撞擊 凌晨4點左右 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與康寧路口 6名青少年相約騎車出遊 其中3人騎得飛快 從康寧路衝出闖紅燈 影頭撞上綠燈直行成功路的白色冰式轎車 從這邊闖紅燈 然後我是直行 我是綠燈 然後他就直接 三台就直接撞到我的車子的側面 這樣子 對啊 然後他們騎很快 騎很快 至少是90以上 然後都沒煞車就直接撞上來 轎車左側大片凹陷 後門和車頭都有撞擊痕跡 幸好駕駛暗感不一樣 3名機車機士分別受到撕裂傷與骨折 送衣食 衣食清醒 沒有神明危險 只希望這一撞能讓他們學到教訓 記者許志明無疑真 台北採訪不到 對 禮謀道 謝謝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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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